哈囉大家 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這一款 由 Lemon Tree 新的第三方廠商所推出的 又是大黃蜂外傳的 柯博文造型 唉 只能說這個造型是 真的帥啊 官方怎麼就不多出一點 拼命讓第三方賺這個錢 好 不過這一隻一拿到手 第一印象是 它稍微有點小隻 我們拿地球崛起的柯博文來比一下 你會發現它 欸 我看看 但它們站在同一個平面比 就是 插一顆頭的高度 也就是說這個Lemon Tree這一隻 就是整個比 官方的V級還要再 小了一圈 所以第一印象會有一點小 那我們如果拿出 這個SS的 以電影 吉普車大黃蜂來比較一下的話呢 就 算是還差不多吧 一樣會有那種大哥帶小弟的感覺 只是就真的是 但是 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柯博文其實應該不只這麼高啦 就是 在比例的搭配上會比較微妙一點 再來 另一個第一印象是這個顏色好深 它的身上的這些紅色都是有上 有上漆的 然後是一種很深層的金屬紅 包括它的藍色也是很深的 金屬藍 跟地球崛起的柯博文一比 你就 就可以更加感受到它們的 顏色的差異 地球 柯博文 的紅色比起來就有一點 桃紅色那種感覺 而且是 很淺的紅色 藍色也是 柯博文的藍色就是那種比較亮的金屬藍 所以 再加上這一支 Lemon Tree的柯博文還有一些 舊化的效果 所以 第一眼看上去就會覺得它比較深比較黑 就是一種比較黑的感覺 本身有附一個地台 地台上面有磁鐵 腳掌這邊也有磁鐵 只不過是磁鐵的磁力也沒有到非常強 但是 就像這樣吸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有這個地台算是還蠻加分的吧 阿順便 一提 它的槍 大概在這邊這個位置 裡面應該也是有塞金屬 然後它背後這裡 又一顆磁鐵 所以這個槍是可以靠這個 磁鐵吸在背後 只不過 就像剛剛講的 它磁鐵的磁力都沒有很強 所以這個槍這樣掛著其實是 會晃的 那就 沒有算是一個很漂亮的收納方式吧 好 再來手型的部分有附 握槍的左右手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這一隻 白POSE用的手 都是指給右手 好像這個 伸出食指指著某種 指著前方的 或者是指著天的 這個手 只有右手 然後開掌的手掌的造型也是只給右手掌 所以它就比較沒有辦法 比較沒有辦法兩隻手都有 都有POSE 也就是說它的左手 就是只有 造型的握拳 還有拿武器的空洞手 的選擇 在擺POSE就受到了一點點限制 但是比較可惜 換拳頭是 單純的 圓柱形的 卡榫 很輕鬆就可以換了 來看一下它身上的細節 頭條就是這個 大黃蜂外傳 柯博文的 標誌性的 磕了一堆文露的 亂七八糟的面罩 欸 但在電影裡 應該也不是文露長這樣子啊 那就比較微妙而且我這一隻 拿到的時候在他的長耳朵這邊就已經有白痕了 有點尷尬 從上面看上去 肩膀這邊就是滿滿的機械紋路 背部的造型細節也都有 這一隻 就還是我一開始的感想 就是 大黃蜂電影這個造型的柯博文真的是帥啊 就是怎麼做怎麼帥啊 那他的人形我比較抱怨的是他的 大腿的平面回旋關節不是坐在 跟寬部這邊是坐在膝蓋上方這裡 所以只要他擺 腳往外轉的姿勢 就是會 比較不自然 然後小腿這邊的造型比較平 沒有那個小腿肚的感覺 好 不然這一隻真的就是怎麼做怎麼帥 身上這些滿滿的機械細節的 刻畫 手臂這邊也有 真的是這個造型本身實在是太棒了 很難做得爛 很難做得不好看 好 那來看一下可動 首先 脖子這裡是一個球關 可是他 往上抬的幅度很小 往上抬幾乎抬不動 往下也是 所以這個球關就是 只能說是負責左右轉動的功能 上下抬都很受限 肩膀這裡 有拉出關節 可以往上抬到 這個角度就會被卡到了 然後因為變形的關係 可以往後擺 不過這個 對白Pose 比較沒有用 往前也 有一點點 近乎沒有的一點點角度 手肘這邊是二重關節 所以手可以整個 凹上來 嘿 可以 可以凹到這個程度 那 上臂迴旋也是有的 手腕剛剛也給大家看過了 他是那樣子的插髮結構 所以拳頭就是 只能 單純的旋轉 腰這邊可動很棒 左右迴旋有 右做彎腰關節 這個變形的時候會用得到 可以整個折90度 寬部關節他也很用心 他 首先側旋甲這邊是可以 往外拉開 然後也可以上下動 如果這個上下的關節 比較緊 他這裡 寬部關節是這樣 有一根這個軸連結 底下這裡又有一個軸 所以他把這根軸往外 就是往下拉出來以後 他的前踢 不用去動他腰這個 往前凹的關節 他前踢就可以踢到這個程度了 這個跟變形沒有關係 就完全是為了他的可動做出來的關節 就 很棒 那平面迴旋剛剛也介紹過 不是坐在寬部這裡 是坐在膝蓋上方 比較可惜 膝蓋 折90度以後 他還有一個神奇的關節 就是這裡這個小小的灰色 你只要 折下去 他會有一個類似連動的把這邊 空隙填補起來的效果 然後這個關節折下去之後就是 膝蓋整個可以做到這樣 可以做到跪姿沒有問題 可是 就是我最討厭的 機器人造型的一點 大腿短小腿長 而且這個 長度的差異 有點誇張了 所以掰起POSE 就多少都還是會不自然 很討厭 而且這個連動關節 你在收的時候 就是要小心一點 就是 這樣子頂不進去的時候 就可能要稍微 用手把它捏一下 戳一下 嘿 稍微先把它戳進去一點 再利用這邊往前頂 就可以頂進去了 好 腳踝這裡有接地 接地幅度很 棒 所以 這一隻基本上就是 可動很優秀 已經不是機格了 是很優秀的可動程度 造型也真是帥 基本上是沒什麼 比較要嫌棄的可能就是這個頭雕啦 只不過 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他這隻科博文做的算是偏小隻的 所以其實 就 你看他這個頭雕其實就一樣是 比我的大拇指指甲還小 大概就是我的食指指甲這種大小 所以其實 就遠遠看就也不會有什麼問題啦 就只要不要抓到眼前細看的話 就都還可以放給他過 好來看變形 差點忘了講 然後他胸口這邊 裡面是有LED燈的 只不過這個比較麻煩 我看看 他是這樣 胸口左右打開以後 這裡 整個掀起來 LED燈在這裡 只不過他這個 LED燈 就是 是要整個摳出來之後 再裝電池 我拿個鑷子 是這樣 他是這樣子 然後裝電池 而且 就是一邊要裝兩顆 他胸口兩邊 就是會有兩個燈 我實在是 很懷疑 這個 這樣效果會好看嗎 通常柯博文的燈 不是應該一顆在正中間 就是他的能源矩陣嗎 怎麼會左右割搜一顆燈 我也很懶得去找這個電池的型號 所以就一樣 就影片不拍給大家看了 好 那 先把它蓋回去 來講變形囉 好來 變形 變形 首先就是柯博文 G1造型 柯博文 最經典的 手部這邊 縮拳頭 這個面板打開 這個面板有點緊啊 OK 這邊是有卡扣的 有點緊 這個拳頭我之前有試過 就是用武器的 空洞手也是可以收得進去的 所以如果懶得換來換去的話 那個武器的 拳頭的手型就可以直接套用 也是可以變形的 然後從 上面這一節關節把你的下手臂往上折 折成這樣 一樣這個就是 柯博文的經典變形方法 好 頭往後轉一圈 好 來處理胸口 胸口這邊變形算是這一支比較有意思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胸口的造型是這樣子的一個 V字形 胸口這邊它的變形是這樣 把它先往兩邊打開 再往上折 它車型的後照鏡是藏在這裡 往下折進來的時候 後照鏡就會剛好 插進去這個縫隙裡面 而且它是 後照鏡是軟膠零件所以也不用怕不小心會折斷 算是還蠻貼心的吧 把這個後照鏡掰出來 這一塊面板掰出來 然後胸口中間這一片 整個往下折進去 一樣就藏進中間這個縫 整個往下轉 再把這個面板蓋回去 這個時候因為手臂會稍微卡到後照鏡 所以就是要稍微讓一下 再把這個 胸口壓回去 你看到它這個V字形就變得比較平 就變成比較是平的車窗的 這個本來是平的 然後變成人形的時候變成深V的這種變形方式 最近好像也越來越多廠商有在注意到 就是還蠻不錯的吧 好再來 掰 背後這個面板把它解開 那面板解開就是整個直接往下凹就好了 它在這裡有卡扣 等一下被 這塊小片的折到了 把它先掰出來 嘿 這裡有卡扣 但就不用管它 整個直接往下掰就好了 嘿 如此 掰下來之後這個 這兩片把它折下來 如果折不下來就是先往上提一下 再凹就凹得下來了 因為它中間這個走勢有一點空隙 可以去拉伸的 先往上提一點點 再塞進去 OK 先這樣放著 好再來 胸口這邊 整個捏住 轉180度 然後大家看一下 這是這一支我最討厭的地方 裡面那個LED在這個時候有機會掉出來 我先把它塞回去再繼續 OK 胸口這邊整個轉180度 這樣 頭往下折 腳這邊利用剛剛講過的腰的關節整個往上提起來 然後 首先稍微閃開 閃開一下 腰這邊 腰這邊利用底下這裡的雙重關節把他往下凹下來 嘿 這部其實也很像 NP10 只不過他車輪就不是藏在這個地方 嘿 另一邊也是比招伴尼 閃開一下 OK 那後裙甲這一片先往下放下來 側裙甲把它折過來 往上折 這個時候這邊的卡扣就會扣進 剛剛腰部這邊的縫隙 就會把他固定住了 OK OK 好這個時候這一塊面板就可以放下來了 好那手就一樣 科普魂經典變形 嘿 好就是 折進去然後 轉進去 肩膀把它 折到後面去 手臂把它藏到 腰部這邊 流出來的縫隙 好 入池 好那這邊是有卡扣的 稍微扣一下 捏一下 OK 把這個面板壓進去 好 然後肩膀這一片就可以再翻過來 因為他肩膀這邊關節很多所以像這樣稍微有點歪的時候就是都 各個角度再捏一下調整一下這樣 好那後面這片是可以往下滑的 往下放 往下放 好先這樣 這片蓋回來 看一下有沒有歪掉稍微捏一下調整一下 好 好 如此 來變他的腳 好那 小部變形算是這一隻的變形裡面 我感受比較複雜的地方 就一步一步來吧 首先這面板打開把膝蓋裝甲收進去 再來 他的前輪 我剛剛說過他腰部這邊沒有輪子 因為他輪子是瘦在這裡的 所以這一片先透過底下這邊 的面板翻開 把這一塊翻出來 然後往下摺 翻出來 好所以這一片面板 這個前輪要放到這裡來他是怎麼做呢先這裡旋轉 然後你會看到他這個要往上摺的時候這一塊一定會卡到他的大腿 就是這邊要稍微利用一下塑膠的韌性去避浪 先這樣子把它摺進去以後再去整個一起帶動他去旋轉上來 對 如此 這塊跟 中間這邊也會稍微卡住 好這樣 那上面這個就可以 等等 這邊 這一片剛剛的小面板就可以折進來 然後這裡 扣前輪的時候他是這裡這一個 樁要卡進來這裡的洞 底下這邊 這裡 是一個 勾狀也要去 卡這邊也要滑進去所以他是整個從下往上扣 這邊 就會比較難扣 OK 你看因為像剛剛就是沒有整個對好所以他這邊這個勾就沒有滑進去 就是 比較不漂亮 那就要再重新對一次 但是你如果這邊兩邊都對好了 那他要扣就又比較難扣就 算是這一隻的變形比較讓人麻煩的部分 OK 硬扣把它扣上了 扣上之後就是這個樣子 好 來變他的腳掌 腳掌就簡單了就是直接 把他 攤開 然後 放下來 折進來 在這裡膝蓋這邊會有一個卡扣去扣裡面的這個洞 如果你發現對不上的話就是利用這邊的關節把這個面板整個往前推去對一下就OK了 如此 這個面板再蓋回來 後面這塊面板也是 把它 把它 整個往上頂蓋回來 這樣一條腿就變好了 等等這個造型把它往下折 嘿 好這樣 好來變一條腿 速速 讓我們繼續這樣子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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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 可 有 有 有 嘿 好了 好啦,一樣,這邊不浪費大家的時間 總之兩邊結合 不管了,就這樣吧 蓋回去 就是其實這個卡扣沒扣進去 好像對它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就是了 如此 手臂這個面板再把它扣回來 剛剛之所以先不扣的是 怕扣了這邊空間會比較護卡 扣底下這一塊會更難扣 然後再稍微調整一下 OK,這樣子車型就變好啦 車型我覺得 算還行吧 比較大的毛病是中間這邊有桶跟後面的造型 這裡硬是多了這一節 那因為它變形的時候沒有把大腿長進小腿之類的變形步驟 而是整個面板往前放來長大腿 所以這個算是無可厚非吧 滾動性 滾動性 滾動性其實 滾動性其實滾不太動 因為它這邊 可能是因為它關節都是互相卡住的關係 你總是會感覺它 它輪胎沒有在同一個平面上 就是它這邊好像有一個微妙的漆形的感覺 車子後面這邊也是比較大的破綻 兩個空洞就這樣在這邊 然後我是覺得如果它這個腳底這裡的造型 可以再多做一個面板 往側邊這邊折過來 就是再多拆一個零件 往這邊折過來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造型其實就剛好可以用來當作車尾燈的造型 只不過可能就零件實在太小了 所以它沒有這樣做 那從上面看也是可以看到大腿整個就在這邊 算是比較可惜吧 所以它車型就是算 我是會覺得算是勉強及格而已 然後那個LED我真的是覺得 那個那麼麻煩 要整塊拆下來裝 整塊拆下來裝電池 它的LED的開關就是很小顆 你幾乎一定要用鎳子去搓才搓得到開關 然後變形的時候那一塊又會掉 因為你也不可能固定 你固定就不能裝電池 那你不如就不要做這個LED啊 把價格降下來一點啊 你塞了那個東西然後這一支的價格 這樣子的成品 我會覺得它有點高不成低不舊 就是你要說它爛它也不會爛 它也還蠻好玩的 尤其是人型的時候造型是很帥 但是你要說它值得推薦 我會覺得 你這個價格已經幾乎 就是跟火鞋子只差幾百塊 那這個大小跟這個品質 那不如去買火鞋子還更帥更好玩 就是很可惜啦 有點不上不下的感覺 然後車子上面這邊也沒有任何變形 所以人行駛的那些管線細節 機械細節 這車子的時候就也一樣都在這裡 也是蠻突兀的 所以它變形成車型的時候效果真的就是 勉強及格而已 但是也不會說不好玩 就 就這樣吧 喜歡大黃蜂造型的柯博文的還是可以買 只是我會更建議多貼幾百塊去買火鞋子那個版本 這一支真的比較可惜 好那就這樣 我是小夢我們下部影片見 BOBO